哈喽大家好,我是Sanny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产后第一天就成功的母乳喂养 怀孕中的你正在看我的影片做笔记吗? 或者你的宝宝刚出生 你回来看我的影片找答案吗? 我想告诉你 我设计的母乳课程已经上线咯 我把所有你在哺乳期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 全部整理好 编写在课程里面 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准备 一步一步的练习 让你有系统有效率的掌握哺乳诀窍 而且产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立即回来找答案 你可以跟着课程从头到尾按照顺序练习 你也可以跳着学你想要的内容 帮助你达到你的哺乳目标 如果你住在美国 本套课程费用可以向PPO HSA FSA保险公司申请退费 如果你住在纽约 询问你的医院是否已经跟我们合作 你可以得到免费上课的折扣码 现在就来我的官网上课吧 很多怀孕中的妈妈问我 宝宝刚出生我就有母乳了吗? 万一没有奶怎么办呢? 或者是万一宝宝不会含乳怎么办? 那我常常告诉妈妈 母乳其实是靠操作来的 只要你操作的方式正确 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我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来操作 那这个主题的影片会分成两集 一集是要分享观念 另外一集是分享产后关键48小时的具体行动方案 让你在产后的第一天就可以成功的母乳喂养 好 想要成功的母乳喂养呢 你要认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秘乳机制 第二件事情就是认识母体 也就是认识你自己的乳房 乳头跟产奶量 第三你要认识宝宝 包含宝宝是怎么吃奶的 宝宝的食量是多少 宝宝的肢体语言跟宝宝到底在哭什么 那你只要把握这三件事情 你想要母乳喂养就不是难事 首先我们来看看母乳到底是如何分泌的 好 来我们来画一个这个是乳房 OK 乳房里面乳腺液 乳房的构造我们上次在另外一个影片就是乳房按摩里面有讲到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乳房里面的构造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影片 好 那这上面这是一个宝宝 宝宝的头 好不好 宝宝含乳 那这乳房宝宝含乳 所以呢 乳汁是怎么制造的呢 当宝宝latch on的那一瞬间 就是宝宝含上乳房开始吸云的时候 我们乳晕里面的感受器受到了刺激 然后我们的神经呢 就会通过脊髓上传到我们的大脑 我再换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讯息呢 从我们的神经通过脊髓上传到我们的大脑 在我们的hypothalamus hypothalamus 他接受到这个讯息之后 他就叫我们的pituitary gland 释放激素 pituitary gland 就是脑下垂体 释放激素 释放两种不同的激素 OK 释放两种不同的激素 后叶 后面就是posterior 后面呢 他释放的激素叫做oxytocin oxytocin就是催产素 OK 写一下 oxytocin oxytocin是催产素 催产素呢 它会通过我们的血液 回到我们的乳腺 那它的功能呢 就是释放乳汁 让奶水喷射出去 在这同时间呢 我们的pituitary的前液 就是它的interior interior就是前液 它会释放另外一种激素 叫做prolactin prolactin就是密乳素 密乳素呢 它一样通过血液传送 就是说到我们的乳腺液里面 那它的功能呢 就是要帮我们分泌乳汁 OK 好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宝宝一含上乳房 开始吸云 我们的大脑就会接收到讯息 释放激素 然后我们的乳腺 就会开始分泌乳汁 释放乳汁 很神奇对吗 还有更神奇的哦 密乳反射呢 不只可以透过 我们刚刚讲的宝宝 含乳激发 它也可以透过听觉触发 当只要听到宝宝的哭声 不管是不是你的宝宝 都一样 大脑就会收到这个讯息 然后就开始释放激素 密乳素 催产素 就会开始释放 然后开始制造母乳 喷射母乳 那你可能有听过 有一些喂奶的妈妈 她会说啊 只要一听到宝宝的哭声 她就开始涨奶 或是溢奶 胸口就会直接湿两块 其实那一个就是 听觉触发了密乳反射 OK 再换句话说 也就说根本就不需要碰到 你就可以制造母奶了 所以制造母奶 并不是靠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是靠什么手法开奶 母奶甚至不是吸出来的 也不是挤出来的 它完完全全 就是大脑感受到了讯息 自动释放出激素 然后自动释奶了 OK 既然这么简单 是不是把宝宝放到乳头上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呢 是的 所以呢 只要宝宝正确的含上乳头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认识 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的母体 以及第三件事情 你的宝宝 先讲第二件事情 认识自己的乳房 出乳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当你怀孕满16到22周的时候呢 你的乳房就开始制造出乳了 那大部分的妈妈 她会发现她的乳房罩杯变大 或者是乳房有一些些的胀痛感 那这都表示你的乳腺正在增长 而且正在制造出乳 那如果你怀孕的过程 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也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你应该在怀孕的期间 就咨询你的医生 或者是秘乳顾问 OK 所以呢 只要你的乳房有些许的变化 就说明你有出乳 但是呢 出乳是很黏很稠的 一些量也很少 而且流动非常非常的缓慢 它不是一种string 它是droplet 就是它不是 不是像溪流一样 它是一滴一滴一滴的 所以呢 我常常建议妈妈 从怀孕满37周起 就开始练乳房按摩和手机奶 那刺激乳头呢 其实也是一种居家摧残的方式 所以记得一定要满37周 怀孕上7周的时候才可以 那时候宝宝已经逐月了 就比较安全 那乳房按摩跟手机奶的影片 之前也都拍过了 接下来要来认识乳房与乳头的形状跟尺寸 那乳房的大小与奶量多寡呢 完全无关 说起来乳房大的妈妈 她还可能因为容易塞奶 而奶量比较少 所以呢 千万不要误会 OK 基本上只要怀孕期间 你的乳线有发展 你就一定有奶 OK 真的比较有问题的呢 其实是在乳头 那也不是 不是乳头的尺寸呢 每一个人的乳头大小都不一样 这些都正常的 我看过的乳头的尺寸 从我的大拇指 一直到我的小拇指 小指头都有 那这些都是正常 能够正常喂奶 并不是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 乳头的问题在哪呢 乳头的问题是在于 它是否能够凸起 而且是否会晃动 OK 那要激发宝宝的吸云反射 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让乳头能够 顶到宝宝的上软二 所以你就要测试自己的乳头 好不好 我这里有一个气球 我们假装它是乳房 OK 那要激发宝宝的吸云反射呢 你就是要确定乳头 是不是能够顶到宝宝的上软二 这个假装这是宝宝的上二 这是它的嘴巴 然后这是它的上二 你就是要确保这个乳头 能够顶到上二 然后你就可以激发它的吸云反射 那我们要测试一下 自己的乳头 是不是能够顶到 首先你先刺激一下自己的乳头 然后接着你在乳头外围的 2.5公分 一寸处左右 你稍微这样子挤压 然后看看你的乳头 经过刺激挤压之后 是不是能够突起 那你要注意的是 有些手们目测看起来是突起的 可是经过挤压 它可能会扁平的 或者是凹陷的 那像这样子的话 宝宝就没有办法顶到上软二 就没有办法刺激它的吸云反射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宝宝 他可能在你的乳房上面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反复的一直磨蹭 可是却没有办法闭上嘴 也没有办法吸云 然后他就越来越急 然后放声大哭 这时候旁边的大人 也会跟着很着急 恨不得宝宝的头往下压 然后把他嘴巴压起来 让他吸云 那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乱寒乱吸 宝宝根本就吸不了 那万一运气好 不小心吸上了 妈妈的乳头也可能 就会跟着破皮流血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 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乳头 好 经过刺激之后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凸起 那如果你的乳头 没有办法正常凸起 它是就是挤压的时候 它是扁平或是凹陷的 那也有影片 我有一个影片 它是教你如何 去矫正你的这个乳头的 那连结会附在影片 下面的说明文 你可以去看 那当然能够咨询你的秘乳顾问 是最好最好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你的母乳的产量 乳线呢 是持续24小时 一直不断分泌乳汁的 它是不分白天夜晚 尤其是半夜 你的秘乳数是最高峰 所以半夜到清晨的 母奶产量是最多的 那整体来说 初乳的产量是很少很少的 OK 产后首先的24小时 你的母乳总产量为 1 oz 也就是30毫升 30cc 那第二天的产量 总产量为2 oz OK 一整天24小时 的总产量为2 oz 也就是60毫升 那到了产后1周 就第7天的时候 你的产量达到20 oz 也就是600毫升 那在满月左右 一般会达到25到35 oz 也就是1000毫升左右 那如果你是顺产的话 你的full milk 就是你胀奶是 大概是在2到3天会开始 如果是剖腹产的话 慢一点 大概是4到5天左右 好 认识完第一件事情 跟第二件事情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认识第三件事情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认识你的宝宝 我们要来认识 宝宝究竟是怎么吃奶的 宝宝的食量到底是多大 那宝宝的各种肢体语言 是在表达什么 和宝宝到底在哭什么 OK 好 宝宝吃奶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 我们要激发他的心云反射之外 宝宝还需要学习正确的寒乳 因为呢 如果寒乳的姿势不正确 宝宝会吸不到奶 那他很快就会拒绝寒乳 你的母乳喂养就会遇到困难 那现在我们就来认识 到底宝宝是怎么吸奶的 好 我现在请到两位小帮手来帮我示范 到底该怎么喝果汁 好不好 这里有两杯果汁 两个吸管 请大家开动 请喝 喝到了吗 喝到了 好 你们刚刚好听 你们刚刚用的是你的嘴唇 对不对 用嘴唇把吸管吸住 然后你就喝到果汁了 对吗 小baby在用奶瓶喝奶的时候 就是用嘴唇 上面嘴唇跟下面嘴唇喝奶 但是呢 现在我们你们两个要示范 要挑战OK 不要用嘴唇 不可以用到嘴唇喔 然后想办法从吸管里面喝到果汁 不可以用牙齿喔 因为小baby没有牙齿 开始 不可以用嘴唇 嘴唇要打开喔 吸到了吗 有吗 有吸到吗 好听 都喝到了 请告诉我 你们刚刚用了哪一个部位喝果汁 我刚刚是用舌头喝的 舌头吗 好很好 有两个地方舌头 还有哪里 你呢 你有用舌头吗 哪里哪里 上面 上面啊 舌头跟上面吗 是吗 舌头上面 舌头还是上面 还是舌头跟上面 舌头跟那个我的牙齿后面 的上面 那叫上二 你呢 我先舌头 全部用舌头 完全没有上二 OK好 正确解答就是 舌头跟上二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喜欢我的影片吗 我的影片有曾经帮助到你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yes 现在换我许案的帮助 请加入我的官网付费会员 每个月只要10美元 用实际的行动 支持我继续拍片 陪我一起推广 孕蝉补育的科学 好 我这里有一根吸管 我们用吸管来测试一下 宝宝到底是怎么样来喝奶的 OK 那如果你手没有吸管的话 你也可以去找一根来试试看 首先我们要学习 宝宝如何用奶瓶喝奶 奶瓶喝奶怎么喝呢 简单的 吸管直接放进嘴巴 然后假装你在吸东西 空气吸上来的时候 你就喝到奶瓶里面的奶了 那我们用的部位是 上嘴唇跟下嘴唇 对吗 OK 好 那我们现在要学习亲味 宝宝如果不是要喝奶瓶 直接在妈妈的乳房上面 亲味它是怎么喝 那测试的方式一样 你刚刚那根吸管有没有 你现在把它放你嘴巴里面 但是不可以用到你的嘴唇 上嘴唇跟下嘴唇都不可以用到 开始 上嘴唇 下嘴唇就要打开 然后吸 吸 你有吸到吗 再一次 我吸到了 你记得不可以用牙齿 因为宝宝没有牙齿 OK 那我们用了两个地方 刚刚奶瓶是用上嘴跟下嘴 这两个位置 那没有上嘴跟下嘴 又拿另外哪两个地方 还有哪里 你看 有没有 如果你回答的是 舌头跟上二 那你就答对了 OK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 这个是宝宝的嘴巴 对不对 这如果是舌头 这是上二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 宝宝含上乳头的时候 它是用下面的舌头这样带动 上面顶住 然后下面带动 这样子在吸奶 这个不是嘴唇 这是舌头 这是上二 上二顶住 下舌头 这样子拉拉拉拉拉 把奶吸上来 OK 所以 如果你让你的宝宝很早就开始 而且习惯使用奶瓶的话 那么你宝宝可能就会有 nipple confusion 就是乳头混淆 他搞不清楚 他应该用用嘴唇 还是用舌头来吸奶 OK 好 那如果你自己刚刚呢 在轻微 就是我们在轻微的时候 你还是用了你的嘴唇的话 那我们很抱歉 你的乳头 已经被你自己弄破了 OK 那宝宝天生就是用 宝宝天生就会 用他的舌头跟上二吸奶 这是他的反射 这是他的本能 但是如果我们过早给予奶瓶 宝宝就会搞不清楚 哪个是正确的方法 然后他就会乱吸 OK 好 那么 除了我们刚刚讲奶瓶的问题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有些宝宝他天生的舌脊带 或是唇脊带太紧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他正确的寒乳 因为舌头的脊带太紧 他就拉不出来 舌头拉不出来 就没有办法带动那个乳汁 唇脊带太紧 他上唇没有办法上翻 他就会弄痛 弄痛妈妈的乳头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 他正确的吸引 OK 那纠正的方式有哪些呢 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不要太早让宝宝用奶瓶 就算你真的需要supplement 就是需要再补充一些水奶 或是其他的配方奶 你还是可以使用杯子 汤匙 针筒 只要把奶喂给宝宝就行了 不一定要用奶瓶 OK 那同样都是吸引 如果你以下奶瓶 然后以下轻味的话 这样会让宝宝混淆 可是因为我们刚用了 这个杯子奶瓶针筒 它的方式不同 所以宝宝他就不会容易混淆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 简单的解决方法 是解决宝宝寒乳的时候 你会痛 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宝宝舌脊带 或者是唇脊带太紧嘛 才导致吸引的时候 他会上下唇摩擦到你的乳头 那如果是下唇 就是舌脊带紧的话 你要下唇抿住 你处理的方式就是宝宝 他已经寒乳寒上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手 轻轻的压在宝宝的下额 每当宝宝张开 张开嘴巴吸奶的时候 你就稍微施加一点压力 把它搬下来 稍微施加一点压力搬下来 随着宝宝的嘴巴 每次被你越搬越开 越搬越开 你的痛感就会减少 那如果是上唇抿住的话 那么宝宝在吸上去之后 你直接用你的手指头 把上唇轻轻的拨开 OK 通常是这样子的 宝宝如果有舌脊带紧 那他不一定唇脊带会紧 就是有舌头紧的 不一定唇脊带会紧 但是有唇脊带紧的宝宝 大部分都会伴随舌脊带紧 这不是绝对 但这是大部分我看到的状况 所以当你怀疑你的宝宝 有舌脊带或唇脊带紧 导致你的宝宝的寒乳 不是很顺畅 你的乳头会痛的话 那么你最好的方式 还是透过你的秘乳顾问 帮你判断 然后替你处理 好 那宝宝愿意寒乳 而且妈妈也不会痛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宝宝的食量 就他奶量有多大 妈妈应该要有多少奶 才能足够宝宝喝呢 那在临床上 我最常最常最常听到妈妈问的问题 就是 我的奶不够 怎么样问就是觉得自己的奶不够 尤其是出乳的奶量 本来就是很少 那我们前面讲过嘛 它是以一滴一滴来计算的 所以妈妈就会很担心 这么少的奶 宝宝到底吃得饱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新生儿的胃容量到底是多少 我们现在来看新生儿的胃容量 那我这里一字排开 有很多个不同的球 从这个开始 是宝宝出生第一天的胃 然后这个大概是三天 这个是五天 十天 然后到一个月大 宝宝的 一开始出生的胃很小 可是他确实长得速度很快 所以你的奶量 确实要从小到多一次 一路追上来 那根据Academy of Breastfeeding Medicine 的临床指引 他告诉我们小baby 当出生的第一天 他的食量每餐 大约是2到10毫升 第二天大概是 5到15毫升 第三天是15到30毫升 第四天是30到60毫升 以此类推 那宝宝的食量 大概在6周左右就固定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刚刚讲的那个数字 到底 you know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 他会是怎么样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新生儿第一天 他每一餐 他的胃量大概是 2到10毫升 最少2最多10 所以我们平均 大概是5到7毫升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5是多少 5毫升 就是5ml 或是5cc OK 好 这个是5 OK 好 所以我以汤匙来说的话 以汤匙来看的话 其实呢 它就是 一个 teaspoon OK 一个teaspoon 其实就是宝宝一餐的量 那只要你的母奶 每一餐能够制造这么多 其实你就够了 啊弄错了 好 我想把它放在奶瓶看看 我想把它放在奶瓶看看 因为呢 常常我们大家都是 妈妈觉得奶不够嘛 或是在奶瓶放奶的时候 就会想说 诶 怎么那么少 到底大概是多少 OK 你觉得刚刚那个5ml 大概是多少 我放在这里给你看 这是5ml 5ml 其实就是这么多而已 OK 宝宝一餐 新生儿一餐 第一餐 第一天前一个24小时 大概每一餐这么多的量就够了 OK 好 那我们接受第三天 第三天不是奶要变多了吗 第三天大概是15到30毫升之中 所以我们大概20 好不好 我们看20 20会是多少呢 OK 换一个 啊 换一个这个 好 换这个来看看 这个是 15 15 放进去 好 再加5 太多了 OK 好 宝宝到第三天的时候 平均一餐的量大概就是这样 OK 只要你能够 如果你不是轻微 你是挤奶的话 手挤奶或是挤奶气 只要你能挤出这个量 基本上你宝宝就是够的 那当然你每天要随着宝宝的 他的 他的 胃长大 你要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追奶 所以要追得很紧 追得很密 好不好 那好 有人会说 可是我宝宝他可能 食量就是天生比较大呀 是的 确实有宝宝 每个宝宝的食量是不一样的 有些宝宝出生 他大概是2500克 有些是3000克 有些是3500克 甚至有4000克的 都有 所以每个宝宝 因为基因不同 因为他的身高体重不同 他可能所需要的 就是他需要的奶量也不同 That's OK 如果你觉得你的宝宝食量比较大 他需要喝多一点奶 那么比较健康的方式 应该是增加次数 而不是一次增加量太多 OK 增加次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嘛 新生人喂奶平均一天是 10次到12次 或是8次到12次 那么你可以增加到成为 12次的那个人 平均两小时为一次 Instead of 三或四个小时为一次 有些妈妈可能会问我 那宝宝吃太饱会怎么样吗 大人的胃壁有弹性 我们去吃吃到饱的时候 如果吃很多 然后吃得很撑 虽然很不舒服 可是等一下过了 还是会好 那宝宝的胃壁不一样哦 宝宝的胃壁没有弹性 他吃太多会比大人更不舒服 你想一想 如果你天天暴饮暴食 你的身体会怎么样 很多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会经历反酸 恶心 瘴气 呕吐 你去产检的时候 医生都会怎么告诉你 医生是不是告诉你说 叫你一餐不要吃太多啊 要少量多餐啊 这样比较好 那宝宝一出生 他的整个消化系统 全部都是全新的 都没有使用过 才刚开始使用而已 你觉得少量多餐 让宝宝慢慢适应会比较好 还是每一餐就尽量灌 灌到饱 饱到宝宝 马上睡着会比较好呢 宝宝每天被灌奶 灌太饱 他非常容易引发肠味道的不适 譬如 你会常常看到 有些宝宝他会吐奶的 他会反酸 胀气 长脚痛 有人会说 但是宝宝他一直不睡 或是他睡不踏实啊 宝宝一直等到 我最后又补了一瓶奶 他才睡着的呀 难道这不代表宝宝 才终于吃饱了 满足的睡着了吗 不是哦 最后那一瓶奶 是表示宝宝吃太饱 血糖飙太高 food coma 睡着了 宝宝不应该吃饱 睡睡饱吃 OK 宝宝应该是在吃完奶后 还要有一些清醒的时间 东看看 西看看 然后过一阵子 想一想 然后才睡觉 因为我们是养宝宝 不是养小猪 OK 除了长体重 长身高 宝宝还有其他的需求 他需要很多的大脑的刺激 这样才能够帮助他的大脑发展 才会聪明 宝宝的食量是每天足量增加的 相同的 妈妈的奶量也是足量增加的 只要母婴配合得当 根本就不用担心奶不够 但是说起来简单 当真的在照顾宝宝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几乎是90%以上的大人 每天都会觉得宝宝肚子饿 比如说 宝宝刚刚才喝奶 怎么又哭了 是不是没吃饱肚子饿 妈妈奶不够 宝宝怎么睡一下就醒了 是不是没吃饱 妈妈奶不够 宝宝怎么哭得那么大声 是不是肚子还饿 妈妈奶不够 宝宝吃饱了 怎么还没睡啊 是不是没吃饱 妈妈奶不够 宝宝怎么那么瘦 妈妈奶不够吗 大便怎么那么稀 是妈妈奶不够吗 再补一口奶就睡了 是妈妈奶不够吗 好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宝宝的肢体语言 跟到底在哭什么 并不是宝宝每次哭的时候 都是奶不够 OK 当宝宝转头骚动 有啄木鸟动作的时候 真的宝宝就是饿了 OK 那当宝宝有吸引需求 就是很想要吸东西的时候 他的被拱起来 脚抖起来的时候 表示他需要被安抚 或者是他有隔 需要拍隔 或是需要排气 那当宝宝一放下就哭 却抱起来就停的时候呢 他可能一需要拍隔 或是需要排气 或是他可能反酸不舒服 或者是宝宝只是单纯的 没安全感 他需要人家安抚要报 好 那如果宝宝是尖叫 放声大哭 尖叫放声大哭 满脸脏红 那表示宝宝的身体 或是他肚子不舒服 长脚痛等等 肚子饿的几率是很小的 OK 那如果是宝宝闭着眼睛 维持一定的频繁的哭的频率 然后眼窝红肿 那就表示他想睡了 这个哭是想睡了 需要被人家哄睡 那如果是宝宝喝奶 喝到一半就大哭 这个就是表示宝宝 可能需要拍隔 排气 或者想大便搭不出来 需要一点帮忙 OK 那有些人会这样做 他点点宝宝的嘴角 说你看宝宝还在找 宝宝的奶不够对吧 不对 那个是寻如反射 叫做rooting reflex 任何时候你点它 它都会有反射动作 OK 再来 有人把奶瓶塞到宝宝的嘴巴里 说你看 你看宝宝还会吸 宝宝又肚子饿了 不对 那个叫吸云反射 叫做sucking reflex OK 好 那这些 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 那些大家的烦恼啊 这些关心啊 其实都很负面 然后它具有高度的杀伤力 这些话可能来自你身边的 任何一个人 包含老公 你的娘家妈妈 你的婆婆 你的月嫂 隔壁的邻居 好 不管是谁 妈妈听到都会大受打击 OK 那心情不好 就会抑制母体的 催产树的分泌 没有催产树的分泌 奶水就无法喷射释放 那多听几次 这些没有营养的话 妈妈就算本来有奶 最后就真的没有奶了 所以各位老公 你有着重大无比的责任 那就是站在第一线 把这些 无知的话 把它挡回去 OK 如果你没有办法教育他们 正确的知识 至少 不要让他们有机会 在你的老婆面前乱说 当老婆看到老公为了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跟宝宝 义无反顾充满的男子气概 他的催产处又会上来 母奶就会又有了 加入官网付费会员 享受会员区六大功能 和线上咨询优惠 sunnyparent.com OK 好 今天我们把观念都理清楚了 那么下一次的影片 我就要跟大家说 产后第一天成功喂母乳的 具体行动方案 那记得要订阅 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